跟社情网站 跟社情报纸 这些都会很多很多很多的 都是不好的恶业 所以请看经文 所以我们常常做的行业要去想 我做一桩事可以救度千千万万的人 再举一个例子 假如有些人不幸得了癌症 现在overwork都有肝癌 Liver Problem 那肝癌啊当然是很痛苦 大家就可以开发 去有没有解决肝癌的药啊 甚至有些不幸得他过世以后 他就把他钱做成 研究肝癌医药的基金会 知道吗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ver Medical Project 他因为开发这个药 这个药然后不是为了赚钱 当然还是要基本工本费 救全世界的人 就算他人已经不在这世人间了 可是他的药会救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各位老菩萨 什么叫功德无量 就是你做一桩事可以救度千千万万的众生 听说在South Africa 现在美国USB USA不是USB对不起 USA发展一种 因为在落后边疆 最重要的问题呢 你发觉缺水 现在一种水管 不用装电池 只要插进去 他自己就会过滤很多水 所以在战争 或者在饥荒 或是在动乱的时候 或是在落后贫穷国家 他也不用电池 也不用插电 只要那个水放 把水 肮脏的水 倒过那个容器 那个水自然的沉淀 就变干净的水 就能喝了 这个东西呢 就赚全世界很多钱 有copyright 可是呢 他也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请看第108页 第25行 假如你念念都帮助一切的众生 何况若一日夜 二日夜 三日夜 乃至于七日夜 乃至半月 或是一月 你从来念头不断 这里的不断是什么呢 若负多月 休息相应 休息相应 就是指前面的科派 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 你所具的福德呢 是超过无量无边的 好 无量无边 好 这里请你写下来 好 看 在摩赫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说 般若波罗蜜的功德 是胜过无量无边的 答案叫日节相悖 请你写下来 好 我现在讲 释迦牟尼佛曾经说 假如有一个人 修无量无边 阿森奇节都是修 阿罗汉或生文成 他的修行方法 他度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都修行 都修五戒十善 甚至变证阿罗汉国 那你想这个人功德大不大 当然大 这是A 如果有一个人 凡夫发菩提心 要发愿 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B 这是第二类的人 可是释迦牟尼佛说 B的这个人 比A的那个人 大功德过 无量无边 后来释迦牟尼佛又在 《小品波尔经》继续说 C又有一种人 生生世世 教化很多众生 要修六度波罗蜜 每一个众生都度他 度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所有的云印众生 都叫他受菩萨界 发菩提心 那你想这个功德大不大 当然很大 可是有一个人 坐在这里 念摩赫波尔波罗蜜 教一个人 修波尔波罗蜜 空性的教法 西 这个人的功德 比前面逼的人 还要大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相信吗 很难相信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小品波尔经》 亲自讲的 在《大品波尔经》里面讲 叫做日节相对 就是有一个人 修波尔波罗蜜的教法 他修的一天 胜过人修一节 假如有一个人 像佛经里面写 用横河杀树 像普贤行愿这样子 拿净虚空 骗法界 所有的动身 去供养一切的诸佛 如果有一些人 拿净虚空 骗法界 去供养 去救度 一切的众生 难想功德大不大 当然大 可是如果有一个众生 念一天的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包含《小品波尔经》 或《金刚经》 或《心经》 这个人修的功德比前面还要大 很难相信 所以释迦儒来说 圣生圣生 波尔圣生圣生 所以叫日节相悖 请写下来 这个我在《金刚经》 破空论里面有讲 为什么 注意听 因为波尔波罗蜜 是佛教跟外道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六度波罗蜜里面 你看到印度教 有各位计划 有机会 你去看 新加坡的小印度 小印度里面 也有祭司 你问他 他们读费陀的典籍 他们也有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也有修缠定的 假如有机会 你去印度 也有裸体外道 一辈子 什么的 都放下 就每天在禅修 佛陀在没有出家之前 他也学过外道的教法 他也修 圣生的禅定 到飞翔飞翔出天 可是佛陀说 这并不没有究竟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 断他的烦恼 而出六道 那什么东西 来能够真正 斩断你的烦恼 波尔波罗蜜 所以 波尔波罗蜜 是很深很深的教法 但老实讲 不是对初学人说的 中国人很喜欢 波尔波罗蜜 尤其是从 六祖会能大师 到中国来 弘扬金刚经以后 中国呢 跟波尔波罗蜜 很有缘 乃至于 我前第一天讲的 玄庄大师 把六百卷 大波尔经 也翻译到中国 中国人本身 跟波尔波罗蜜 很有缘 但是我要提醒你 在唐朝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中国人 已经有儒家 跟道家的基础 所以他修大乘佛法 跟修波尔波罗蜜 很容易相应 他在没有听到佛法之前 他都像儒家一样 修身养性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所以说 人天秤 他已经很圆满了 他一听到大乘菩萨 他就发广大的心 修波尔波罗蜜 可是现代的人 当然还有很多人 喜欢金刚经 也喜欢波尔经 像我自己也读 每天读波尔经 可是你会发觉 现代的人 读金刚经跟波尔经 不太容易相应 为什么 没有基础 也就是说 连五戒十善 他都锁得不清净 也就是他嘴巴讲 这也空 那也空 对不对 别人都是空 可是他不空 对不对 他也讲 天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山也空 什么都会讲空 也会讲 大诸日之论 十八空 可是人家骂他一句 哎呀 我非跟他报仇 三年不晚 你看 称心还是不空 所以我觉得 现代的人 空都是嘴头上的空 他并没有发菩提心 也没有不失 持戒 忍入精进 做基础 所以他禅定很差 心很乱 所以波尔波罗蜜 对他就不太有力量 不是说波尔波罗蜜不好 这次讲座的后半段 也有讲三解脱门 空无相无愿法门 老实讲 空无相无愿法门 是对登地以上的菩萨而说的 我们可以学习 但是你会觉得 好像不太使得上力 原因有很多 并不是说波尔波罗蜜不好 而是我们的基础不够 所以希望各位还是从 发菩提心 大悲心 愿力 六度波罗蜜 十地 一层一层的学吧 要有耐心一点 好 请看 所以我们三月经社 我也印了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佛经里面有很多叫做 经中之王 那你又有个问题来了 师父 你也说过啊 华言经是经中之王 妙法莲华经 释迦摩尼佛也说 若有人呢 行无量无边的菩萨行 没有盯过妙法莲华经 离菩萨道还很远 对不对 所以法华经也是经中之王 那现在又说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又是王 到底哪个是王 请你写下来 相应你的心 就是经中之王 跟你心相应的 就是最舒适 这里的王 是指尊贵的意思 并不一定是指第一 其实佛所讲的 都是殊胜的教法 你不要把它讲说 那摩赫波尔波罗蜜是第一 那法华经 第二 师父讲的普贤行愿品 已经很好 现在我还是读 波尔波罗蜜经 不要这样想 错 跟你的心相应了 这才叫做王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呢 佛法跟外道不同的地方 叫做王 外道没有 波尔波罗蜜 听好 印度教没有 波尔波罗蜜 基督教 天主教 跟回教 也没有 波尔波罗蜜 我肯定跟你说 所有的宗教里面 只有佛教 释迦摩尼佛教法 有讲 波尔波罗蜜 所以在传统上 日本 日本当有地震 灾难的时候 听说我有看到 你们的海报 给你看一张照片 传统上在日本 若有灾难的时候 这是帝王所见的 若有机会 你下次会 日本 银阁寺 还有金阁寺 很美 很美 对不对 这是我要讲 另外一讲 心境如止水 没关系 我先讲 这帝王建的寺庙 日本从圣德天子 圣皇 圣德太子以后 弘扬佛法以后 日本只要有灾难的时候 皇帝都会下令 全国的出家众 念三部经 第一部就是 妙法联华经 第二部就是 护国人亡 波尔波罗蜜经 第三部叫 金光明经 在日本的佛教史上 这三部经叫 护国三大经 我再讲一遍 第一部 妙法联华经 第二部经 读波尔经 叫 人亡护国 波尔波罗蜜多经 非常大 第三个 金光明经 那帝王就会 灾戒 然后下令 全国的出家众 一起诵经 人民灾戒 然后拜灿 然后国家的灾难 就会解读 所以 波尔波罗蜜 是可以救度 一切的众生的 所以 希望你 若你欢喜读 心经的人 很好 在座有些人 也来见过我 我鼓励你念 二十一遍心经 那接下来 你就念 金刚经吧 金刚经呢 一样念 三千遍 五千遍 到一万遍 接下来念 小品 波尔波尔波罗蜜蜜经 目前我自己在做 小品 波尔波罗蜜经的 科派 它有十卷 在这里呢 你现在图片 看到的是 揪摩罗舌大师 所翻译的 三十卷 所以 波尔波罗蜜 有十卷本 也有三十卷本 三十卷本 就是大制度论的 注解 就是一三十卷 它比较详细 可是我觉得 现在人很忙 所以 我自己读 是十卷本 将来有福报 我不知道在哪个国家 在为各位讲 波尔波罗蜜 若没有机会听到 没关系 商业经社会上网 然后呢 假如这十卷 跟三十卷的 波尔波罗蜜 你都能读 那接下来就读 六百卷 玄壮大师的 大波尔经 那你就会 很有智慧 他就讲 你看 一切诸佛 都从波尔波罗蜜出 这里面我讲个故事 讲波尔波罗蜜 跟社利子 在波尔波罗蜜 社利品里面 释迦牟尼佛 曾经亲自问 大范天王 跟第十天 请问现在有 波尔波罗蜜 放在你右手边 左手边有 过去佛的社利子 请问这两个 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大范天王 很聪明说 佛陀我可不可以 选两个 佛陀说 No 只能选一个 他说一定要选一个吗 请问要选哪一个呢 请问我来考考你们 右边是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 左边是佛的社利子 真的会放光的 很贵的 买不到钱的 钱买不到的 Priceless的 请问 答案你只能选一个 你不能选两个 请问你选社利子的 请举手 你们确定吗 那你家的社利子 还我吧 你们不是很多人 也供社利子吗 还有南传带来的 佛陀社利吗 你们确定吗 还是假假的 好 我再问一遍 你选社利子的 请举手 真的没有啊 How surprised 好 第二个 你选波尔波罗蜜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一下 那没有举手的 请举手 你选什么 你说师父 我还是想两个都选 好 注意听 大凡天王第四天就回答 下面的话 他说 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我不是不恭敬 波尔波罗 社利子 佛陀的社利子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佛陀的社利子 是界定会而生的啊 对不对 能够遇到佛陀的社利子 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报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我也有佛陀的社利子 但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要来跟我要 因为还没有生 我有真的佛陀的社利子 这是我西藏老师给我 真的真的 我也等你啊 但是呢 好 我继续讲 第四天又说 我不是不恭敬 释迦牟尼佛 诸佛如来的社利子 但是为什么会有社利子啊 社利子是因为 佛过去发不提心 心六度波罗蜜 生生世世 救度众生 而累积的功德啊 所以不要太执着社利子 也不要执着社利子 会放光 那也不 就算放光又怎么样 英文讲 so hot 难道佛放光 当然会有得到利益啊 难道呢 社利子放光 South Africa的所有贫穷的人 就解决贫穷吗 没那么容易吧 所以第四天又说了 继续说 诸佛的社利子啊 是他过去是 发菩提心啊 生生世世六度波罗蜜 修六度波罗蜜 救度众生 而成就的功德 而六度当中 以波罗蜜最为公贵 所以释迦如来 若你只要我选一个的话 我选波罗蜜 所以其实两个都很重要 表示社利子从哪里来 从修六度万恨而来 了解吗 你没有六度万恨 你社利子是不能够帮助众生的 对不对 请看下面 丁三广据福德 一百三十二颂 佛所占生经 自诵意教他 即位分别说 是名福德 请各位翻过来 一百零九页 第一百三十二颂 请看经文 圣生者 就是这里的圣生 要与圆起信空相应 以及旁边写几个字 圆起信空 虽然龙树菩萨的这个注解 想与空相应 它是讲与圆起信空的教法相应 所以我刚才说 波罗蜜为什么叫金钟之王 因为波罗蜜 是佛教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 二十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 我不知道 现在可能没有这部电影 叫欠你幽魂 就是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呢 那时候描写说 一个人啊 就是跟外道斗 斗了半天呢 他什么道书啊 民间宗教都试过 最后他去找法师 然后呢 法师就跟魔斗 其实那部电影演得很好笑 然后最后他怎么降魔呢 拿金刚波罗蜜 啪一程 对不对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普利萨婆和萨 那魔王就被降服住了 鬼就不见了 我那时候很好笑 金刚精根本不用拿来打吧 他是意思电影表达的是什么 波尔波罗蜜的功德啊 可以真的降服外道 所以我这里要给各位建议 你要念 波尔波罗蜜也可以 你可以背心经也可以 但是你可以念 波尔心经的咒 波尔心经的咒 到最后一天 礼拜四 入场音乐的时候 我会放给各位听 所以波尔波罗蜜的确可以降服 一切的外道魔障 也可以除去一切障碍 所以看圣生者 为圣生经与圆起信空相应 他出于世间 圆起信空的叫法 是超于世间 所有一切的学问 他是圣生圣生圣生的 接下来又说 右父分别圆生者 分别一切万法 了解圆起信空 这里讲 圆起圆生法 就是佛的叫法 在座有一个位莲友 曾经问我 师父 请问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真的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吗 这个问题有一点敏感 不过老实跟你说 我自己也念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不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成佛的 但是静中学会他们是这么说 那要看你怎么解释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假如从阿弥陀佛的佛号 万德鸿鸣 当然是 假如从圣异地的角度 阿弥陀佛名号叫 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释迦牟尼佛 阅读明星 他证悟的 是证悟了 圆起信空的叫法 而成佛的 现在有个问题来 圆起信空的叫法成佛 那证悟这个方法 有什么技巧没有 有 有很多 有人念佛 有人念咒 有人修慈心三昧 有人修禅定 你说有很多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 所以你真正问说 师父从大乘的角度 佛陀在阅读明星的时候 他悟什么 悟圆起信空的叫法 而成佛的 这才是真正佛陀里面讲的 至于说 释迦牟尼佛是 念阿弥陀佛 那也不能说错 要看你解释 我想那是善巧方便说 因为他可能鼓励 有些老菩萨 或是呢 安提安扣呢 好好念阿弥陀佛 但是完整的讲来讲 佛物的法 是圆起信空的叫法 这个法就是 如来的清净法身 所以我们上共有唱 清净法身 毗一如遮纳佛 圆满报身 如舍弄佛 对不对 还有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从这上共的记子里 可以看到 佛有法报化三身 请看 比与如来身相应着 就是跟清净的 圆起信空相应的这个经典 这叫做圣身的经典 所以空性的教法是很深的 老实讲 空性的教法 不要呢 对别人说 尤其不要对初学人说 为什么 佛陀在 《波尔波罗命经》里面 有提醒 空性的教法 要对佛法 有信心的三宝弟子 或具足正知正见的佛弟子 或是正阿罗汉果的圣人 或是大菩萨 才讲圆起信空 为什么 因为你若一开始 对他学佛就说 山也空 水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他因为听为空 就理解为无 那就没有因果 那他就也不会诵经了 对不对 还有 现在很多人呢 在普贤十大院 我也讲平等心 很多人现在有一种 哎呀 在家出家 像是假的 都平等的 那我问你 男人跟女人有平等吗 你这样就输了吧 戴眼睛跟没戴眼睛 有平等吗 平等你要听他 在讲什么角度 对不对 吃肉跟吃树都平等啊 那我问你 吃蟑螂跟吃肉呢 牛排有没有平等呢 没有平等 那你就不要讲嘛 为什么要讲得 这么漂亮的话呢 哎呀 在家出家都平等 所以现在出家人都不好 我们还是在家修吧 那表示你没有正知正见呢 出家的确比 在家好 当然出家要做好的出家法师 那坏的就不要说嘛 对不对 那在家居士里面 也有很好的居士 也有乱七八糟的居士嘛 所以当你讲说 在家出家都平等的时候 是站在什么角度下 是讲佛心平等 但是在家跟出家的像 还是不一样 请问男人跟女人长得一样吗 生理结构就不一样吗 对不对 有光头跟没有光头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法 不要对初学的人 乱乱讲空性 他会物为断灭 这是佛陀在般若经讲 般若真的很殊胜 慢慢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以后 你才叫他般若 这样子对他才有用 为什么 简单的讲 般若有点像 十全大补完 你身体要很壮 你吃的结果有两个结果 一 要到病除 另外一种 要到命除 流鼻血 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当归的 对不对 是不是呢 像我的身体就不能吃当归 因为太燥热了 所以各位 波尔波罗蜜真的很好 但是你教别人的时候 也要有智慧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诸佛 是尊之所赞叹 请看109月第6行 诸佛是尊 所以深深事事赞叹 若自己送 或叫他人送 纵使你为别人解说 这个圣神的经典 你都没有世俗的目的 无希望心 把四个字画起来 无希望心 也就是无所求的心 这是修波尔波罗蜜 那反过来讲 刚开始你觉得会跟你冲突 还有师父 怎么无希望心呢 那我每天去上班 难道不求薪水吗 你会这样想 请问你那天为什么要去上班 因为老板给你薪水 现在有很多呢 还有经济利益 很多全世界人 飞到新加坡 我们坐下来谈 OK What kind of profit I can gather it 什么样的利益 我可以得到 现在你跟中国做生意 对不对 一摊开 第一条 就是我们先谈利益 Profit Benefit Even money 的确 在这个世间 第一个都先讲利益 你想想看 假如现在老板 不给你薪水 你还要去上班吗 可能有很多人 不愿意去了 所以从世俗的角度讲 的的确确 我们习惯了 要有利益 我们才奉献 但是注意听 我前几天讲 圣人跟凡夫的想法 不一样 没有利益 你愿不愿意做 假如你愿意做 你就是菩萨 摩赫萨 所以这叫做 无稀求心 无所求心 无所得心 这是般若波罗蜜讲的 那你会说 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 他怎么就叫我们 无所求呢 注意听 无所求是指的 没有啊 去 要求别人 要有feedback 要有回报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最好的朋友 很不幸 发生车祸了 你很难过 你去医院看他 照顾他 哎哟 然后你就说 我只会为你做一些事情 请问你对你最好的朋友 他已经发生车祸了 你去照顾他 然后你会跟他讲 哎 我今天照顾你 听说你呀 OPbox 或者DBS银行 好像有很多钱 那万一无偿到了 请问你要不要留给我啊 你会这样问吗 我想不会吧 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对他 无有目的心嘛 所以你这无需求心 请你瓜谷写下来 没有世俗的利益心 No worldly purpose 他是这样理解的 那我问你 老公照顾老婆 哎呀有目的吗 哎哟 有些人会分财产的 老婆照顾老公呢 有没有目的呢 有些人有目的啊 有些人没目的 那我请问 小孩子你养 你说爸爸妈妈 生下自己的孩子 从小这么辛苦教育他 到新加坡一直读书 那你有目的嘛 当然有些还有目的嘛 长大赚钱要养我 养你老妈 你还是有一点目的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你有目的 所以你是凡夫 所以佛告诉你 无有目的是什么 斩断你这种世俗的心 所以你为别人说法的时候 是不可以有目的心的 老实讲 我从2003年 一直来到这里 今年2011年 只有一年没有来 见商业金色 我每半年来一次 我不是为任何目的而来的 我也不是为你的红包而来的 我更也不是为了人缘 我目的 我真的是无所求的心而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 有些联友让我很感动 真的很认真学习 有些新加坡的联友 让我的心都碎了 念到现在还不念 普贤圆品 真是菩萨难做 众生难度 真的 就是因为新加坡 有些联友 跟我很有缘 我劝他 叫他修行 的确有改变 他对佛法有信心 所以这叫 无所求心 这是很难修的 这是真的 假如我有所求的话 我告诉你 人多一点 我就讲经很高兴 人少一点 今天天气热了 散会 回向吧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那我对不起我自己 我对不起佛法 我正对不起后面的 世家如来 所以这是很难的 知道吗 我讲这个目的是告诉我 我们帮助众生 也应该要有 无所求心 这是很难做 但是你要得学 学什么呢 那你说师父 你不是很笨吗 没错 从世间的角度 我很笨 我不会做CEO 可是从初世间的角度 我会累积 无量无边 存佛的功德 我们人常常只看 眼前世俗的利益 对不对 所以 所有东西都会变的嘛 我们刚才讲 一开始不是这样 安置众生在法乐嘛 外在东西都会变啦 人也会变啦 庙也会变啦 钱也会变 什么都会变啦 你能够抓住什么呢 那你都听到了这个佛法 你怎么还放不下啦 所以这是很难很难的 但佛教徒要从这里去努力 最后我鼓励你 假如你心中常常无所求心 你帮助朋友也无所求 你帮助同事也无所求 别人说 你这个人是笨子 没错 你真的很笨 可是天龙八部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会在你头顶上跟着你的 为什么 你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因为你按照 般若般若密相应去修 纵使你碰到困难 没关系 你念观世音菩萨 别人不理你 心弘师会关心你 别人不理你 观世音菩萨会忽念你 那不是很好吗 好好想一想我讲的话 请看下面 请看 所以我们为别人说习佛法的时候 不要因为对方的身份 心中要无所求的心 但欲不以 莫如来生 假如我们不遮蔽我们的 有所求的心控制的话 那如来的法身就会慢慢消失 什么叫如来的法身 就是呢 如来生就是正法注释 法身我们常常讲 令正法久住 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又来 哪个地方有正法 正法在庙吗 在信徒吗 还是在佛像呢 当然这些都很重要 让我们生起正法的因缘 可是真正的正法是在哪里 在你的心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让正法久住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什么叫正法尘 你写在旁边 一这个地方愿意真实的学习佛法就有正法 第二这个地方愿意共修 诵经念佛持咒或静坐 愿意按照佛的方法去实修 不管修南传北传藏传 这个地方就有正法 我再讲一遍 一这个地方愿意学习佛陀的正法 解门 学习佛陀的正法 不管上课 讨论 研讨 听经 文法 像我们现在在学习佛法 这个地方就有正法 第二 修 这个地方愿意诵经 念佛 持咒 打坐 按照佛的教法去实践 这两个条件做具足 就算在身影里 这个地方都是正法 所以真正的正法 不是比庙大 不是比性挺多 就是我要告诉各位真话 我昨天有讲过 为什么 因为天龙八部有神通 天龙八部在佛在世的时候 2500多年或2600多年前 都听过佛讲经 大梵天王 第四天 龙书菩萨 观音 文书 普贤 地藏 现在有的听得到 师父在讲经 他们都知道 佛教的正法是什么 所以各位佛弟子 欺骗别人很容易 但不要欺骗自己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 好 请看下面 假如若有人 能够让正法久住的话 他的福德是很大的 所以在末法时代 举一个例子 正法就像一盏输油灯 假如现在油灯烧完了 你们各位就想要加灯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香灯师 香灯师就是照顾灯 蜡烛 香花灯果煮 烧完了它要去去的 你看我们蜡烛一直烧烧烧烧 酥油灯烧完了 你就会加油 同样的 护持正法成就像这样比喻 哪一个人 能够在末法时代 越是佛法 越要灭尽的时候 谁呀 在家出家 都愿意去帮忙 加这个油 它就是功德 无量而且是所有功德当中最大最大的功德 这个叫做令正法久住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 在所有每一位佛弟子你都很重要 你的行为 你学习佛法 你所做的去帮助众生 这都会影响很多很多人 你不要太客气说 哎呀师父 我老菩萨了 没太客气 不要紧了 哇你很紧的 你很重要的 每一个都很重要 每一个 大朋友 小朋友 老朋友 新朋友 我们只要是一个佛的弟子 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口意 会让正法久住 请看下面幻灯片 释迦摩尼佛在法华经里 深深世世 常不清菩萨 它是一个菩萨界 实践最好的基础 这张照片 欢迎 Welcome to Taiwan 有一天你在南部 高雄 紫竹林经社 按照佛法身三宝 建的法华经的大殿 里面就建过 常不清比丘 我以前在很多地方 讲过法华经 我放过这张照片 我确定这张照片 在新加坡是没有的 因为很少人叼 常不清菩萨 注意它是比丘 它永远合掌 不会轻视一切众生 好 法身是无有形象的 但是我用台湾的101 来跟你做比喻 法身的功德像什么呢 像101 你看 晚上 各位看 跨年晚会的时候 都有firework 对不对 听说你们新加坡 也有firework 对不对 也有些连友送照片跟我讲 师父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台湾也有放烟火 对不对 你看哦 当一放烟火的时候啊 是照片整个全台北市 对不对 跨年晚会啊 都是几百万人的 对不对 很疯狂 你知道那个师父在做什么 刚好那天我上完课 然后我搭MRT 回到我住的地方 然后经过一个叫 圆山捷运站 刚好差五分钟 就啊 就十二点 然后就跳下来 大家讲 Yeah Happy New 对不对 接着念 那我在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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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国家天下太平 众生礼谷得乐 然后呢 过完五分钟以后就 Yeah 砰的一声 Happy New Year 我也跟旁边的Happy New Year 然后就走了 所以我的跨年在哪里 在MRT上 请问你跨年在哪里 有些人可能在家里 有些人可能在圣陶杀 好 但你看 人类为什么这么喜欢烟火 烟火是假的 但假的东西 也能带来很多的快乐 是不是 所以快乐有很多种 那我现在要比喻是说 用101比喻 再看下面这样 当烟火放完的时候呢 太阳开要生起了 也就是说 用101代表 佛的法身的功德 法身虽然无量 但是法身可以放出 无量的光芒 照片一切的众生 再看前面 你看前面一张 金色的 全台北市 这么美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烟火照完的时候呢 对不对 那跨年晚会的 1月1号的早上呢 全世界都很安静 为什么 大家就 睡到中午 对不对 所以 什么叫happy呢 好好睡一觉 应该就很开心吧 好 接下来再看 丁四 不动 正不动地 看133 令无量众生 发心为菩提 福长更真圣 当得不动地 请把不动很重要 画起来 在菩提之量论里面 讲了很多重点 其中有一个 不退转很重要 请看经文 此有善巧方便菩萨 先以四色法 帮助众生 射受众生 四色法 你写在旁边 不失爱与 利他同事 这些在你佛学班 都上过 不失爱与 利他同事 你要去做 射受一切众生 比菩萨知道 一切众生的心 的心念 接受我的劝言 然后我教导他 慢慢慢慢地 劝他发菩提心 什么叫他 劝他发菩提心 写在旁边 不要常常只想到自己 要想到别人 这个就是菩提心 我再讲一遍 菩提心有很多的意思 有行菩提 有愿菩提 有很多经论 简单地讲 就是慢慢地 常常想到一切别人 不要想到自己 这个叫做菩提心 如是具足菩萨 善巧方便的菩萨 能够让一切的众生 发起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心 这样这个人 所产生的功德 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 无人限量 所以我在去年十一月 普济寺 讲文书十大院 文书菩萨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生生世世 教化众生 般若波罗密 让所有一切众生 不管有缘 没缘 跟他呢 喜欢或不喜欢 有缘跟没缘 他都生生世世度他 然后让他发菩提心 所以文书菩萨 才会成为诸佛的老师 所以你说度众生 度什么 简单地讲 哪一个灯啊 点亮他心中 菩提心的灯 这个就叫度众生 度众生不是说 人哦 人可以来这哦 这有一种行业 在给人 对不对 人可以来这哦 这个不叫度众生 你说 来啊 请吃树啊 其实这也是结缘 这不叫度众生 你说 劝他来皈依 也是 一个方便 真正度众生 是什么 写下来 告诉他 你有佛性 你也会成佛 你也要努力 你也可以点亮你心中的菩提心灯 这个才叫度众生 我再讲一遍 这个定义是比较高的 你也告诉他 你也有佛性 你也可以发菩提心 来修行帮助众生 将来你也成佛 你告诉他这个道理 法的力量 他也慢慢慢慢去做 虽然他不见得 一下子就做得到 这个才叫做度众生 所以 度众生不是在比说 我们信徒很多 人缘很多 其实这根本不是度众生 这还是在外在形象的 真正以这里的精良 龙叔菩萨讲 真正度众生 是让他发起菩提心 修福修会 这才叫度众生 那这样的功德 是无有限量的 所以佛就说 若有一个人 能够度三千大千世界的人 都正阿罗汉 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当然大 但有一个人 若能够度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都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的功德 比正阿罗汉国还大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学 大乎生佛法 各位我们这边都是 拜学大乎生佛法的根性 我们大乎生佛法 为什么这么殊胜 你总是要知道他的道理 但是在这里 你要正不对转 很不容易 为什么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现在帮助众生 好说你师父你讲得很精彩 好我开始帮我的左邻右舍 我左边住印度人 右边住巴格拉德士 明天开始 Hello how are you Are you crazy Do I know you 但你就会碰到挫折了 然后你说我拿蛋糕给你吃 你会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现在这个社会很奇怪 你对人家好 人家还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 所以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对杜众生的时候 你要有智慧 你真的要有帮助他的心 但是杜众生不是每天都在家里看 他的窗户 那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有问题 call the Singapore police 对不对 人家最后很奇怪 杜众生要有智慧 所以你会发觉在杜众生当中 你会碰到好的情况 也有碰到不好情况 答案是什么 碰到不好的情况 你就放弃了 这叫做退转 在我还没有讲下面经文之前 我先给你看幻灯片 看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念就像千变万化的瀑布 这是我在酒在过拍的 中国大陆 我们的心好像万马崩腾的 这个脸友好喜欢你啊 你今天很高兴就杜众生 那个冤亲债主来 想后赚 不要理他 赶快走 我看到很多佛友就是这样 你看 我们很想帮助别人 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的心也很乱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琴时多云 偶正雨 对不对 你看月亮 月亮本身没有颜色 再过这个图片 可能我放过一两次 可是我解释角度不同 请看月亮在呢 很晚上宁静的时候 海水是蓝的时候 你看月亮就变什么 蓝色 再来看 夕阳西下的时候 月亮呢就变成了金黄色 各位有看过太阳要下山 月亮又出来的那一刹那吗 有没有 太阳跟月亮 同时都在天空中 那当时的太阳是什么颜色 金黄色 接下来 你看月亮当中 前面也有乌云 清静的明月 从乌云都跑出来 这个乌云代表什么 就是你贪嗔痴的烦恼 很多的习气 你的emotional problem 对不对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乌云在前面挡住 请问月亮本身的光芒 有没有减少 回答我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各位都很聪明吗 可是烦恼来的时候 还是没办法 对不对 很难 好 乌云在这里挡住 现在乌云要怎么走 乌云要风吹 风一吹 乌云就不见了 你看 对不对 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 会看到天上的月亮 皎洁的明月 诗人还是会呢 作一首诗 床前明月光 对不对 现在可能没有这种 罗曼蒂克 现在看到月亮 今天是吃月饼 妈咪你今天买了吗 月饼了没有 现在我们的想法 看到月亮不一样 现在有个重点 当你乌云 云去掉了 云去怎么去掉 云要透过发愿 才能够把乌云给去掉 所以愿力是很大的力量 你不要小看发愿的力量 你发愿就能够像 乌云把它吹走 好 那你再看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呢 也像这一样 就像星球被黑暗遮住 当我们的烦恼 跟习气现前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 就像呢 星球被遮住 以科学的角度来讲 大家知道 太阳跟月亮 对不对 快要靠近的时候 九大行经变一条线的时候 就会有日时跟月时 我想这些科学知识都知道 可是古来人说 哦糟糕 月亮天狗吃月 对不对 月亮啊 被狗吃掉了 所以我们要拿个锣 咚咚咚咚咚咚咚 敲敲敲 把狗敲掉 其实它敲跟不敲 月亮待会还是呢 出现了 这是古代 因为科学知识 比较不了解 我用这个屁育 我用这个屁育是什么呢 当你烦恼习气啊 现前的时候 其实你心中的清净心 就不见了 我最常比喻的就是 夫妻吵架 家里放佛号 阿弥陀佛 或是呢 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大悲咒 吵架的时候呢 你没有听到佛号哦 念佛经也没有观哦 然后你就 太太很生气 或先生出去 棒的一声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now 出去了 一出去的时候 才听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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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放大悲咒也是这样 那么和来大难都要 吵架的时候 那么和来大难都要 说佛和说佛和都不见了 可见注意听 当你真心生起的时候 你的力量 比佛号还大 我要提醒你 假如这样的话 你很难去极乐净土的 真的 你不要以为 我们的心的力量 没有这么大 你看我刚才举例 你现在跟夫妻吵架 一吵架的时候 家里明明佛堂 放佛 念佛基 或念大悲咒也好 或念观音圣号也好 whatever 当你在吵架的时候 你听不到佛号的 是不是 哇那还得了 而且吵架都没好话的 是不是 可见那时候 趁心生起的时候 是把你心中的佛号给盖住了 你要忏悔 要用功 就像这张图片 请看 烦恼与习气 现前的时候 它就像星球 是被黑暗遮住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是什么 晴时多云 偶正雨 从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从初一到十五的月亮 所以可见我们在娑婆世界 修行真的很难很难 了解吗 真的很难很难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要让尽到不退转 怎么办 发愿 去佛的净土 请看下面经文 一百零九页 像大海 是没有边际 接下来讲 不动地的 简单讲 不动地 你写在旁边 就是你的心 不退转 我们凡夫碰到逆境 都会退转 以 不动地固 就是它不可以动摇 所以叫 如如不动 金刚经讲 不取向 如如不动 不动有两个意思 有很多意思 起码有两个意思 各位 你们也常常如如不动 为什么 拉都拉不动 比如说你现在劝 你的老公 哎呀啦 晚上来共修 不用拉 你修吧 回向给我 我看寡喜 这个叫如如不动 拉也拉不动 对 不动 这是指负面的 可是这边是讲 正面的是讲 心不受一切外境影响 这叫如如不动 我再讲一遍 写在旁边 心不受一切外境的影响 这叫如如不动 此中菩萨令别人发菩提心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对不对 也遇到顺境 也逆境 在深深世事当中 永远菩提心都不动摇 也不退失 这里讲不退失 为什么 请画下来 上面有写 因为深深世事 帮助别人 发菩提心 这样的功德 就是重 深深世事 不动地 不动地菩萨的音 那你在旁边写一下 华言经讲 不动地 严格是七地跟八地以上 不动地菩萨 好 接下来请看补充资料 我先按出来给你抄 所以在这里讲 大乘境佛国土法门 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 我自己先深呼吸一下 我从2003年到现在 有一年没有来 来新加坡 我很赞叹新加坡 佛法很兴盛 很多寺庙都办佛学班 也开儿童佛学的佛学班 青少年 还做慈善事业 也很多法会 很共修 很好 我真的很赞叹这位国家 但是当我跟各位谈话 或你们问佛法问题的时候 我竟然很吓了一跳 这些人很多人不喜欢净土法门 我觉得很多人对净土法门 是误解的 是是狭隘的 就这样举个例子 虽然这个道场 不一定专修阿弥陀佛法门 我在市场的时候 在台湾也是 我问阿公阿婆 你知道什么是阿弥陀佛吗 他说念阿弥陀佛了 就要死了 要忧心了 那些人要忧心了 念阿弥陀佛了 那我就反问他 意思就是说 那个人快要死了 就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对一般 阿弥陀佛的解释是什么 抽度跟注念的时候才念 那我跟他讲说 阿公阿跟阿嬷 你知道阿弥陀佛是谁吗 他说不要紧啦 都好啊 我就问他 你认识阿弥陀佛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再问他 那你确定 这样念阿弥陀佛 可以去他的世界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 别人念阿弥陀佛就对着念阿弥陀佛 没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没疑阿弥陀佛 这就说什么 广大的东南亚佛教徒 真正对什么叫做 净土法门 其实很多人是误解 甚至是排斥的 甚至是毁谤的 这点我得讲 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 每个人都要修 大臣敬佛国土法门 写下来 净土的定义叫做 大臣敬佛国土法门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好 先让师父举例子 你可以抄 专心听没有关系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 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要回家睡觉 对不对 假如一个人在外面流荡 很奇怪 那警察一定会问 你去哪里 你怎么这么晚不回家 然后你跟他讲 我没有家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不修净土法门 就像在外面流荡的人一样 你说我是佛弟子 我也闺蜜三宝 可是我不修净土法门 很奇怪的 对我 我不知道对你们 我真的是吓一跳 我还吓三跳 我想奇怪 这个国家人理解的佛法 怎么这么奇怪 我读的佛法 跟你流的不一样 当你发了菩提心 行菩萨道 不管修释迦摩尼佛 观音 地藏 阿弥陀佛 钥匙 你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要修净土法门 什么叫净土 不是单单只西方极乐世界 要师佛也有要师佛国土法门 观音也有观音 大悲净佛国土法门 所以就像师父刚才举例 新加坡人总是要买政府主屋 对不对 你不要买也要租 你不可能说晚上 我没有家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到底是不是鬼还是人 所以净佛国土是每个人都要修的 当然这里有签到人间净土 有签到他方净土 没关系 待会会讲 请看幻灯片 一 元臣佛道 Complete your Buddhahood 二 庄严净土 Design your own pure land 第三 广度众生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universally 就是说 进去公辩法界的众生你都读 看下面的黑字 我做了一个比喻 就好像你新加坡 现在年轻人 你算一算 我不知道新加坡 你们买一栋房子多少钱 可能地点不一样 China Town很贵 后报的 Holland Village 很贵吧 对不对 你们都会觉得很贵 Bukist Tima 怎么样 也很贵吧 对 你看 你要买一栋好房子 那这里你买政府主屋 你第一点想 我现在有买一栋房子 你第一个先想 我真的很想买房子 我不要再流浪了 我不要一直租房子 租房子 搬房子 搬房子 很累嘛 对不对 好 那你要买一栋房子 你第一个要先算 我赚多少钱 我要买在哪里 对不对 我每天吃 住 水电 瓦斯 还要花钱 我每个月可以存多少钱 然后存多少钱呢 然后你想一想 交女朋友要花钱 交男朋友要花钱 对不对 你要花的钱很多 好 每个月你可以存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 每个人存的不一样 好 你每个月 假如存500新币吧 或700新币 或1000新币好了 好 就算你一个月存 700新币好了 请问你一年12个月 你才存多少钱啊 你还要贷款啊 还要利息 你想想看 要20年 25年 到30年 才买一个小小的政府组屋 原成佛道 原成佛道 就像你比喻 苦心的计划买一间房子 那你买的房子怎么办 恭喜你 终于贷款好了 政府 document 塞着 furniture 然后呢 他就会给你一传钥匙 对不对 我现在有钥匙 恭喜你 congratulation 你为这个钥匙要做牛座嘛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对不起 这是我房间钥匙 的确你为了这个钥匙 要做20年 30年 and you're very healthy 然后呢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你搬进去的时候 大家打 congratulations 那你搬进去 总是要布置你的客厅吧 请问你客厅怎么布置呢 布置呢 巴黎岛风格 还是法国凡尔赛风格 还是泰国风格 还是印度尼泊尔风格呢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庄严净土 就像你用心布置你的客厅 所以华言经讲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对不对 你的人生 其实是用你的心去画的 可是我们讲心很抽象 师父举客厅就给你 所以我们要赞叹 海英谷是这么庄严 是什么 祝慈和尚 跟所有人一起努力 创造的净土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掌声鼓励一下吧 好不好 对啊 你说大殿从哪里来 它不会蹦一下 掉下来的 也不会说阿弥陀佛放光 OK 释迦如来放光 是大家努力的 所以用心去规划 好 那你现在搬进去了 有客厅很抱歉 很多朋友 Congratulations 有人送冰箱 有人送这个电视 有人送其他的东西 没关系 都送你很多很多东西 最重要是什么 送Cash 对不对 这红包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送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你真心的布置的这个客厅 你邀请所有朋友来祝福你 请问你客厅做什么 当然偶尔你还是会看着电视嘛 休息 可是你客厅也会邀你的亲朋好友来喝茶 你客厅不会一个人住吧 客厅你也会邀你的爸爸妈妈来看看吗 同样的你也会邀你的好朋友来喝喝茶 谈谈心啊 这个叫广度众神 好 再看幻灯片 把这个扩大 从你一间房子 扩到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就是这样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也是这样来的 药师佛的净土也是这样来的啊 对不对 接下来你用心布置 所以净土里面动个念头 他都可以千变万化 那是真的 那不是表演啊 接下来你度了净土 请问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坐在那边翘着脚自己喝茶吗 不是吧 他就是要度无量无边跟他有缘的众生嘛 那你说药师佛 跟药师十二药叉或八大菩萨 那药师佛坐在那边喝茶吗 不是吧 药师佛也是念念度他有缘的众生啊 所以净佛国土是很重要的 所以假如新加坡大称的佛弟子 你不修净土法门 你真的是很愚痴啊 你怎么会修大称菩萨道呢 这是真正师父理解 是像摩尼佛所说的 龙书菩萨也是这样子的啊 你修哪个净土你都应该赞叹嘛 比如说你家里是巴黎岛的客厅 到了有朋友家 Oh how beautiful your living room 你是法国巴黎的风格 你也会赞叹嘛 所以听好佛跟佛之间是不会吃醋的 佛是无我的了解吗 看西方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观音跟世词 你看什么叫做正不动地 就是阿弥陀经讲阿皮八字 经文里面讲七地跟八地不动地 看中间莲花那个红球的上面那个 上品上身出家菩萨 他就是八地不动地菩萨 什么叫不动地注意听啊 注意听这很多人很重要 我知道时间我有看时间 举个例子你现在在新加坡 你现在要教你的小孩 你想希望他念什么 可以念的话念新加坡国立大学 这是最好的学校 接下来有些人喜欢澳洲雪梨 送他去Universe of Sydney 师傅在那边念过语言学校 那也是很好的学校 或是New South Wales 也是科技最好的学校 当然作为爸爸妈妈就想尽办法栽培他 送他去澳洲念书 还有人可能发愿 我要到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去念书 或Stanford大学 那是全美国最好的学校 或是到英国 Oxford 牛津大学 或伦敦大学去念书 当你的孩子去考上伦敦大学 或牛津大学的时候 你一想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你应该很高兴吧?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他到一个好的学校去念 有一天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同学 最好的教授教他 当他毕业的时候 他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学校 都去帮助很多人 Professor 那信用这个比喻说 那当他考上伦敦大学 跟牛津大学 你不会跟他说 孩子你很笨吧? 你不要去吧? 是你笨还是他笨呢? 同样的 当劝人我们去敬佛国土 不是像你们一般理解的说 哦!这个世间不好啊! 我不要新加坡 我要去极乐净土 这样是去不了的 老菩萨注意听 你若是自私自利的心 只有一个人去极乐净土 极乐世界是不会现前的 我肯定跟你讲 你念再多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不会现前 因为你是自私自利的心去的 去净土 就像到国外留学一样 他虽然不去新加坡 但并不代表 对新加坡没有贡献啊 等到他在伦敦大学 或牛津大学 或美国的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回国的时候 你不是很高兴吗? 极乐净土就是这样